字幕提供 詞曲 李宗盛 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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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泳泉,我是仲恆 我可以走了,你走了嗎? 行了,我在收拾東西,現在來了 剛才跟我談電話的一個 是我的小學同學 我們今天約在一起,回到母校 探望我們的中文老師,郭老師 哇,明天是假期 還拿東西回家做嗎? 就是趁明天是假期 我才拿筆記回家備課 那些筆記這麼熟口面 這些是郭老師給我們看的文章 你忘記了嗎? 郭老師給我們看的文章? 你到現在還留著嗎? 文章這麼好,當然要留著 我還選了幾篇給學生看 再讀自己的作文? 我記得這篇文章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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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作家 隨風的簽名會上 一位老太太 拿出一本小學生的作文本 雙手第級隨風文 隨先生 我想請你仔細看看這本作文本 然後告訴我 這個孩子的作文水平究竟怎樣 前途又如何 隨風萬不驚意地翻了一番 然後說 老太太 書我直言 這孩子今後出色不大 僅從字跡來看 這孩子就顯得很遲鈍 是嗎? 老太太大吃一驚 怎麼你成為大作家之後 連自己的不跡也認不出來呢? 這是你讀小學時用過的作文本啊 啊 老師 是你 隨風 怎也想不到 眼前的是自己的小學老師 而老師竟然到現在 還藏著自己的作文本 不禁慚愧得滿面通紅 值得見 這件事後 隨風改變了自己 凡事過於自信 無斷的性格和雜性 他明白到 無論是工作 還是日常生活小事 都要以認真 嚴肅 謙信的態度對待 不能隨便下結論 文章裏面那位老師真是難得了 學生長大了還這麼關心他 猜不到你還記得這篇文章 當然記得了 我還記得過老師用這篇文章來做例 教我們怎樣用綜合段落大意的方法 來找出文章的主要內容 那怎樣綜合段落大意啊 首先找出文章每一段的大意 然後再按順序將各段的大意連起來 再組織一下就是文章的主要內容了 綜合段落大意的時候 要清楚文章寫作的重點 如果是記事的呢 我們就要根據事情發展的順序 將事情的原因經過和結果交代清楚了 所以再讀自己的作文的主要內容是 一位老太太拿了一本小學生的作文本 向大作家徐峰請教 徐峰看過作文後 無斷地說這個學生沒有前途 誰不知這本正是他小學時的作文本 這件事後 徐峰明白要用認真、嚴肅、謙信的態度處事 講起老師呢 我記得有一篇文章是幾位退休老師的 當年我看完都好感動 你說盼望嘛 到現在我都還感受到各位老師的失落 又是一個十五號 已經整整二十四個年 退休的黃老師 看著卓上的月曆 雙眼流露出盼望的目光 今天是七月十五號 是學期終結的日子 黃老師回到以前任教的學校 他站在門口 看著一群群放學回家的孩子 不禁想起兩年前的今天 在學校門口 送走他最後一批學生的情景 黃老師是在六年級的下學期接教這班的 雖然他還有半年便退休 但他依然很想教好這班學生 和他們建立良好的關係 可視這班學生 一看到自己的班主任 是個又矮又瘦的老太太時 念孔就拉得長長的 充滿了不悅 學生們活精打彩地說了一聲 老師組 跟著就懶洋洋地坐下 這就是黃老師與最後一批學生的第一面 我們現在開始上課 事後他知道了 這班原來是由一位年輕、漂亮 又和愛的老師任教 後來這位老師辭職了 孩子們都捨不得他 黃老師理解學生的心情 但他堅信愛心可以改變一切 第一節中文課 黃老師帶著愛心 帶著微笑 精神逆逆地走進課室 他用動聽的語調 努力地講好第一節課 講完課 他想坐下來休息 誰知一拉 耳子變冰的一聲散了解 頓時 全班學生笑得前仰後合 原來 幾個橫皮的學生 擺一把舖耳子放在港台上 作弄黃老師 黃老師沒有大發雷霆 指示對學生說 好啊 我有一把新椅子了 說完便緩慢地走出課室 黃老師沒有氣餒 他認真地私教 他關心學生的功課 更擔心他們的成長 苦盡今來 他盡責的態度 終於換取了三十個孩子的尊重 他的付出和熱誠 終於融化了先前的隔膜 讓三十個孩子的心 感受到他的愛和關懷 畢業了 黃老師送走了最後一批學生 跟著他便退休了 他知道學生愛他 他也相信學生所說的 老師 我們會來看你的 於是黃老師開始等 一天 兩天 一個月 兩個月 新年到了 他準備了三十個紅蜂包 吸來吸他拜年的學生 可時 新年過去了 他的三十個紅蜂包 仍在秋替雷 一個十五號 兩個十五號 一共是二十四個 黃老師始終都在盼望著 盼望著 他用愛心捕育過的學生回來 這些文章成九段那麼多 要綜合他們的大意真的不容易 不過我們可以將一些 意思相關的段落大意 先合併成一部分 然後再綜合其他部分的大意 那就容易很多 好像第一、二段的大意 合併成一部分之後就是這樣 退休的黃老師 經常牽掛著他的學生 七月十五號 他回到以前任教的學校 想起兩年前送走他最後一批學生的情景 第三、四段 就合併成第二部分 當初這班學生並不喜歡黃老師 黃老師明白其中的原因 他見順愛心可以改變一切 第三部分是第五和第六段 黃老師以行動來表現他對學生的愛 他款式作弄他的學生 認真教學、關心學生 終於得到學生接納 第四部分是第七、八、九段 畢業時 學生說會回來看黃老師 而黃老師兩年來 亦一直盼望他的學生回來 記仁的文章 通常都是用人物所做的事情 來表現人物的特點 因此 綜合段落大意的時候 就要包括能夠反映人物特點的事情 所以 盼望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就是 退休的黃老師經常牽掛著他的學生 7月15號 他回到以前任教的學校 想起兩年前送走他最後一批學生的情景 當初這班學生並不喜歡黃老師 黃老師明白其中的原因 他見信愛心可以改變一切 他以行動來表現他對學生的愛 他款式作弄他的學生 認真教學、關心學生 終於得到學生接納 畢業時 學生說會回來看他 而黃老師兩年來 亦一直盼望他的學生回來 我們看文章 最重要的是領會文章的中心思想 而我們掌握文章的主要內容 就很容易通過技術的事情 人物、景或物領會文章的中心思想 所以我們一定要懂得 根據文章的寫作重點 用綜合段落的方法 去幫我們掌握文章的主要內容 做老師真是不容易 工作又多、暫又重 是呀,要做一個好老師 真的要付出很多、犧牲很多 不過能夠培育小朋友成才 辛苦些都是值得的 所以呢,很多人都會把老師給他 寫餘為滋潤漫密的春雨、勤勞的圓丁 甚至是燃燒自己發熱發光的蠟燭 做人的心思想 有錢的地方 又被人家教人 做人家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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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